打比賽的時候就這樣 冰掌砰砰砰砰 最強的答案是誰 我當時的call是 就是被碾壓 我讓射蟲是射我 我被噴到一個 Wall Out 皮膚玩膚味 聊天室看到的那個什麼膏啊 被破衣 這是內幕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 2019 AWC世界盃 中國隊 韓國隊 欸我跟你講 那季真的是 每隊都超兇的 我不胡爛 FL 各式強隊啊 我看到這個 我真的 我真的 會騎雞皮疙瘩耶 各位 觀眾的吶喊聲 你一死掉 大家就大喊 你知道嗎 你死掉 你 每樣被大喊 幹你壓力很大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 打比賽的時候 是怎樣 心臟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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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是教練 你教練你還要去幫忙 選手你知道嗎 安撫他的情緒 你就算什麼 一線的選手 你不要說 那什麼 你問宮廷 那時候他ADC 他有沒有去安撫一下 他的那個情緒 幹宮廷 你是不是想要來跟我 跟我語音一下啊 好不好 你想跟我回味一下是不是 公廷 大哥 誰在叫我 我還叫我自己啊 這外卡隊你看 KID 芬達 仙佑 花靈 如拉 玉校 幹你看KID 超像越南人的 這張 芬達也很像啊 越南比賽很嗨 很嗨 你有去嗎 四強賽你有帶嗎 八強就回家了啦 靠腰 抱歉 抱歉 打FL 要送回家 打FL 要送回家 靠北 我們那個時候 團練完後來 我們又出了一點狀況 沒看到我們 除了他打野 萬別F的秒殺 哇聊天室都記得了 我只能調整 我覺得 哪一個狀態是最好的 下去打 打不贏也沒辦法 畢竟手機又不在我手上 他們問你最強打野是誰 誰什麼誰 什麼時候 2019 我覺得應該是NEO 跟ADC 定是這兩個 不然是哪一個 對啊 你有比較穩 ADC比較秀 差別在這 我覺得 我覺得兩個差不多耶 你知道嗎 兇嗎 各位 古墓就是我 OK吧 兇不兇 這台灣英雄就是兇 這場是冠軍賽的 各位 等一下你們要聽一下 那歡呼聲好不好 那個歡呼聲很大聲耶 超大聲 真的是 真的你在對戰士裡面 外面的媽真的用吼的 介紹我們從沒尖叫聲 根本沒尖叫聲啊 人家都是地主隊耶 怎麼會有尖叫聲 不要傻了 全部都越南人耶 有啦 有台灣人啦 但是這 我記得在 左上方 一小塊 有台灣人 來聽一下越南的 這跟那個TSO是差不多的感覺 等一下 出場的時候 差多了 TSO已經在台灣算超扯了 人差多 他們那個國外是 用人口壓制啊 人口壓制 真的 各位 你們什麼叫人口壓制 什麼叫人口壓制啊 什麼叫做人多 對我講一句話 台灣人一定要團結啊 對不對 不要老是我 他媽打個比賽 換個 換個選手 他媽一直追我啊 不團結 我都被你們搞到都沒心了 真的 台灣選手你們要珍惜好不好 真的耶 你們在這樣子 他媽的 都沒人想帶了啊 欸我跟妳講那個時候不是暫停事件我他媽更莫名其妙 我被噴到一個 哇靠 幾乎完膚耶 那時候不會被噴 我跟你講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有些藝人啊會想不開 但真的不是沒有原因的 還好我心態真的夠強 為什麼不辦台灣 台灣小啊 難啊 台灣小而且 辦現場台灣人來看跟你講 跟國外沒得比啊 你還要想要怎麼銷售門票耶 給你們感受一下 我們輸贏輸贏的那個氣氛 這現場超熱的 這個比賽舞台超熱的 沒有空調太大了 他直接中間立一個舞台 完全沒空調 然後我下面都放毛巾 撕毛巾 因為 隨時會 流手汗 其實我們當時比賽 我們直印幣之類的 或是我們挑選方 我們都選 藍方 但是我們當時 我跟你講我們當時 是選紅方的 所以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 比賽為什麼沒有拿下 也是佔一個因素之一 好不好 蠻關鍵的一個因素 我們平常比賽 團練 全部都是先選藍方 那時候也沒跟我討論到啦 他們就 有兩個人討論而已 也沒有跟我們 整支隊伍討論 你知道嗎 這是有因素的 因為你的BP的 那個策略 是會不一樣的 你懂什麼 紅藍方是會有差的 你從第一場 選下去之後 每一場就是會有關聯的 我可以講嗎 我這不知道 我這很會講 你們去訂閱一下 他就講2021的FL 觀眾你們答應我 你們會保密的 不外流 OK嗎 OK吧 你們都會說 破1怎樣 他其實沒有 其實他們現在就是 那個教練啊 打扣椅啊 原本是選手 他們現在是沒有教練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 這一年多兩年 應該都會靠自己 好像是 剎B跟破1在土道 然後 他們可能在團隊的 我覺得 我個人是覺得 沒有那種 真正的 像一個團隊 雖然大家都很強 你當一個團隊 拿到一個冠軍 好嗎 譬如說國內冠軍 要拿一個世界冠軍 其實你看 你如果說 隊員裡面 不會有心理膨脹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大家自己 會有一個小金字塔 心臟會有小金字塔 然後 然後再加上 其實選手啊 是會被版本淘汰 我自己這樣認為 就是你以前的META 跟現在的META 不一樣 那你只要 沒有可能 強度你沒有一直練習 書語 或是中間放個假 你可能兩個月後 你就跟不上版本 我覺得 他們那個誰 就有點 跟不上現在的版本 高啦 然後再加上 他們後面加入的選手 因為你前面的選手 拿了幾次世界冠軍 對 後面的選手 壓力超大 那其他 有什麼 聊天室 說什麼 吵架扁人 那根本沒有好不好 靠北那邊唬爛 什麼破1打 Elly那也都唬爛 聊天室看到的那個 什麼狗啊 怎樣怎樣 被破1罵 那個 破1這個人 本來就這樣 比較激動一點 有些對比賽比較執著 你看有時候 是從遊戲上的 不是草 不是草台面下限死的 所以他們並不是真的吵架 聊天室那邊亂講 說回來這個 我們當時 就是要選 應該要選藍方了 但是我們 因為他們沒有討論到 其實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我們去選了紅方 這是內幕 所以有跟大家講一下 有兩個選手 自己跟教練討論 他們就這樣決定了 欸欸欸 爆料爆料 不好說不好說不好說 那都是過去了 開頭的嗎 那都過去了 我們直接看後頭 剛那個藍正的五姐 我不知道這選角怎麼贏 你知道嗎 悶啊 先被人家追一分 等一下 比賽場上先被拿一分 那個壓力很大的 這場這超難受 藍跟莉莉安就是一個組合 我選博倫 我一定被他們丟到頭破掉 右邊這個陣 中斧直接被壓制 奎倫又需要發育 基本上這場就是被 變臉壓 完全沒毛病 我們選一個福洛倫 雖然是強勢 聽到時候是T1角 但是 我們這四隻擺下來 一點都不強 剛好 偶爾倫又是宇宗 宇宗那時候沒有很滑 你上次跟我講 我什麼時候說的 你要挖洞給我跳 我上次跟你講的 什麼時候你有沒有錄音 挖洞給我跳 我們就看下去了 太殘忍了 真的欸 藍跟莉莉安 屌打 拉茲跟伯頓吧 你擺他現在的版本也是一樣 然後莉莉安藍配 反而又超強 無敵風真正 喔 手很長嘛 騷擾阿 然後我們葵人達又送後期的 後期的 你看那個拉茲阿 不用動阿 萬反而追著他丟丟丟丟丟丟阿 藍加莉莉安撲殼 前面就站不出去了 不要說血量消耗 這場直接被碾壓 輸一萬經濟 直接心態沒了 對阿 換我們拿出藍阿 基本上那時候是 藍單本很強阿 藍真的是哭腰阿 這其實 這其實是十大十五你知道嗎 他太早走進去 我有開視野阿 這我有開視野阿 你看他被照到 但是他自己先走進去 這是星星失誤阿 星星在雷 他已經少拿一個世界冠軍阿 靠北 沒有阿這場一樣贏阿 喔贏阿 輔助這時候是做甚麼你知道嗎 你們看起來我是在 送頭 但是沒有 我當時的call是 因為我往前 我要往前扛 我要給打野視野 你有沒有看到 我一直往前 我要站那個視野 我在給他打也沒關係 我一直給他扛 如果特爾是打打野的話 打野是有機會死 但是 你有沒有看到 我讓射手是射我 我在扛那個傷害 然後打野在旁邊輸出他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輔助有時候要給視野 你不要怕死 你知道嗎 你死也沒關係 你的輸出位 不要死就好了 我以前的輔助是你 我早就贏了 阿捏 不要這樣 再想一下 輔助就是 會怕死 會怕死 我講 輔助不用怕死 完全不用怕死 輸出位不要死 OK吧 被搶了吧 白尼交女朋友了喔 我哪在交女朋友了 你哪在交女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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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不知道 我也是覺得 他們該不會說 昨天那個魚寶寶寶 我怎麼會很痛 我怎麼會很痛 我怎麼會很痛耶 那你很虧 我很虧耶 剛剛那是痛 那個是宮廷女朋友耶 你們不要亂講話 你哭杯呀 汙辱人喔 汙辱人喔 呵